無手騎車跟無手騎車的人 雙手本來就是要放在這個龍頭上面的 假設龍頭的設計主要就是用來保持平衡及控制方向 如果你雙手沒有好好的握在龍頭 那就很容易失去這個平衡的跌倒 這樣子也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騎自行車、雙手騎車也是相當重要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 希望在設計這個看板同時 也能實時提醒學生騎自行車的安全 以上就是我的導彈 謝謝各位